接下来天生温有才就是表演了 对吧 那我们就请潮汐 再请贺东东 来来 到台上来 大致的剧情呢就是 潮汐作为男上司 在夸奖自己的女下属贺东东 而这位李海燕 是这个同样销售团队的组员 他认为我的销售业绩也不差 那凭什么他是我的leader 是我的组长 而且老是夸奖他 却从来不提对我的赞赏 明白吗 就是在会议室 地点 就是在会议室里 大致的这个节奏就是这样 这是很常见的智商当中的 好 来 开始 来 开始 东东 这次 潮总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这次表现非常的棒 这个项目很好很好很好 谢谢潮总给机会 老板 我上个月月节很好 你看了吗 还有这个月月节 也不比这个姐姐差的 我还没说到你呢 我现在说到他好吗 好的 对 他确实也很努力地操作 对 我觉得努力归努力 但是要懂规矩 好吗 如果不懂规矩 那么再有能力也没有用 因为这个职场的游戏规则比能力更重要 老板 我们这不是属于销售行业吗 对吧 我是不是懂得销售自己吗 我没有说姐姐做得不好 我就是告诉你我做得很好 对 我要刻意地去表现自己好吗 我先说说东东的这次的业绩 东东这次拿下了一个大客户 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坚守住了公司的底线 我觉得马上要开这个员工的大会了 我觉得东东可以代表着 最优秀的公司员工 上台做一个人中的发言 老板 我那个也学过主持人专业的 我这个台词也可以的 临场发挥也是可以的 我觉得如果可以 我可以解决一起也可以的 对 多一个人也是为咱们公司争光嘛 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婆 没有老板 那个乔总也许他特别想这个机会 因为其实呢 也是在您手下这么多年 您带得好 我才有这个机会的 我觉得你没有管好自己的手下 你怎么当力的 这是越级 老板我们 我们其实是评级的 对 老板我们是评级的 我不是他手下 所以我才会这样说的 要不然我不会说越级 跟老板您说话 因为我们现在是评级 你们是评级 对 老板 我们是评级 所以想争取一下这个机会 也给我们部门争取一下 老板 你不能总是渴着这个姐姐 因为她长得漂亮嘛 那我们这些没有 就长得一般的也要机会 可以了 我觉得 来 你说一下 他们表现得怎么样 跟你搭戏搭得怎么样 你的气场就是弱弱的 有一点点那种 想上位 但是又上不了的 那种没有底气的感觉 来 吴胜 你点评一下 你也演过戏的人 我作为一个专业的 演过戏的 我起码比你专业 我跟你说 我是演过戏的 就是我首先一点 我说的话呢 其实他刚才一直让自己 进入了一个人物情境 他是在入戏的状态 包括不管镜头没有到了他 他一直在给自己 他是进入一个入戏的状态 但是呢 刚才这个过程中间 你身上是没戏的 你没有一个戏剧冲突 你也没有一个出彩的地方 你很平淡 我跟你说 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话呢 你给我的感觉 就好像三个主持人 好像你能演得更好吃的